該不會這個沙發是先買了放在這 然後才把這棟大樓蓋起來的吧 同學們上課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nnie 快過年了大家已經開始除舊不新整理家裡了嗎? 除舊不新的時候難免會手滑不小心多買了一些家具 那你就得淘汰一些舊的家具 如果我們今天要把一個舊的沙發搬出你的家裡 結果你推過走廊的時候發現卡住了 在那邊試了各種角度推來推去推了滿頭大汗 結果你還是推不過去 那你就躺在沙發上面開始思考 該不會這個沙發是先買了放在這 然後才把這棟大樓蓋起來的吧 沙發到底要多長才能夠推得過這個轉角呢? 我們先考慮最簡單的case 就是我們先把沙發變成一個梯子好了 那梯子立起來的時候薄薄的 我們先把它當作一條直線 那假設我們家裡的走廊兩端是一樣寬的 也就是這裡是A 這裡也是A 那這時候我們梯子最大最大應該就會卡成這個樣子 頂在這個轉角的內側 然後兩邊等長的時候 這時候應該是它的極限了 如果你再長一點就推不過去了 所以這時候你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你的梯子呢 它的最大長度應該是2a的平方加2a的平方開根號 也就是根號8a 這時候梯子如果比根號8a還小 你就可以順利的轉過去 但如果它比根號8a還要大 它就會卡住 那如果今天你家的走廊 它的兩端的寬度是不一樣的呢? 假設我們這一段呢是a 這一段是b 那我們一樣梯子就會卡在這裡 梯子的長度我們叫它l 然後我們畫一個輔助線 這一段多出來的叫做b' 這一段叫做a' 紅的這個叫做v 這個叫做u 我們把這個v分之u 也就是這個tan叫它m 那因為這個小三小型跟它是相似的 所以m呢它也會等於b'分之a 那同理這個也是相似的 所以它也會等於b分之a' 這邊再畫一個輔助線 這個角呢會等於這個角 所以這個三小型也會跟這個三小型相似 也就是m呢也會等於a'分之b' 這個時候我們梯子的長度是l 你利用簡單的b式定理 然後再利用我們剛剛這些東西做一下代換 你就會得到你的t子的長度 平方應該是a的三分之二次方 加b的三分之二次方的三次方 所以t子的最大長度應該是a的三分之二 加b的三分之二的二分之三次方 這個就是你t子的最大長度 如果你的t子超過這個值 它就會卡住過不去 如果它比這個值小的話 你就可以順利通過 那如果回到沙發的case呢 沙發的case因為沙發 不管它是躺著還是立起來 它都有一個厚度在 所以它的討論就會稍微複雜一點 好在已經有大神幫我們解決了 根據雷蒙布特教授的論文 如果你的沙發寬度是w的話 你需要先解出這個方程式裡的m 然後再把這個m帶進這個式子裡面 這個就是你沙發的最大長度 如果超過這個長度的話 你就過不去囉 你就可以開始想一下 你媽是不是真的先買了沙發 才蓋這棟大樓的 那我們今天就算到這裡 下課囉 掰掰 掰掰